通过阴眼图传,可以实现远距离间看、云台控制和智能跟随功能。 下面,我们为您介绍阴眼图传的安装与使用。 当您需要直接使用阴眼图传时,安装方法如下。 将阴眼图传安装至相机顶部的冷靴接口,然后根据相机HDMI接口类型。 用HDMI线缆连接图传与相机,即可完成安装。 当您需要将阴眼图传和云台配合使用时,安装方法如下。 将相机安装至云台,然后将阴眼图传安装至云台相机安装底座的冷靴接口。 安装时,图传的天线端应当远离抚养电机。 根据相机的HDMI接口类型,选择适配的HDMI线缆连接阴眼图传和相机。 然后使用USB-C转USB-C线连接阴眼图传的充电或通信接口, 与云台抚养桌上的图传接口。 用快门线,将云台与相机的快门线接口进行连接。 最后,进行云台平衡调节。 此时,安装完成。 长按Ruin阴眼图传电源键,进行开机。 如您使用iOS设备,则参照以下步骤连接图传。 打开Ruin App。 点击底部连接图传按钮。 此时,App将跳转至设置页面。 在系统设置Wi-Fi设置中,找到阴眼图传Wi-Fi后连接。 输入图传侧面标签上的初始密码。 在移动设备连接Wi-Fi成功后,重新回到Ruin App。 在主界面下方连接图传按钮,变为图传名称。 点击即可进入图传相机界面。 如您使用安卓设备,则参照以下步骤连接图传。 打开Ruin App。 点击底部连接图传。 将进入图传Wi-Fi搜索界面。 待搜索到图传Wi-Fi后, 点击连接并输入图传侧面标签上的初始密码。 即可进入图传相机界面。 如需重置密码。 在图传电源开启的状态下, 可连续点击六次图传电源按键。 图传电量指示灯会连续闪烁三次。 表示图传密码已变更为12345678。 重置密码后,连接图传。 请修改图传密码。 请注意,密码需使用八位数字和字母的组合。 修改成功后, 请在移动设备的Wi-Fi设置中找到图传Wi-Fi, 并再次输入修改后的密码。 即可完成图传密码修改。 在Ruin App图传主界面, 主要有以下功能。 智能跟随功能。 通过画框, 选择您所要智能跟随的目标。 此外,您还可以在下方设置智能跟随速度。 云台回中功能。 点击即可让云台回中。 云台控制功能。 进入后, 可开启体感或虚拟摇杆控制云台。 辅助功能。 其中包含 斑马纹。 辅助用户判断拍摄主体是否过报。 过报部分用黑白纹理表示。 为彩色。 辅助判断曝光调节。 嵌报为蓝色。 过报为红色。 峰值对焦。 对焦位置的边缘会有红色描边。 可设置峰值对焦预值。 数值越高。 显示对焦的范围越大。 LOT。 用户可以加载导入自己下载的LOT文件 到手机根目录下的Ruin UserLOT文件夹下。 实现实时加载滤镜效果。 单色显示。 可选图传画面颜色。 可选项为红、绿、蓝、灰。 相机参数控制功能。 可直接调整相机的光圈。 快门、ISO。 图传设置功能。 可以对图传的辅助线、画面比例、中心标记等选项进行设置。 此外,你还可以在Wi-Fi设置中修改图传的名称和密码。 设置Wi-Fi的频段。 选择信道。 拍照或录像切换功能。 点击后,可切换快门线功能。 拍照或录像。 点击后,可启动相机、录像或拍照。 可将图传画面缓存到移动设备中。 视频回放功能。 可回放图传模块录制的视频。 感谢观看。